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二不赡养父母 多年与父母断绝联系 父亲要他的赡养费 他就不出伤那个赡养费 我父亲病故的时候 他就这么讲 我不参与这个东西 他说我是女儿 我不参与这个东西 老大承认 因身陷家庭矛盾 他确实有几年未赡养父母 确实是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给父亲赡养费 对于你们来讲这个哥哥 没有 一直在大家庭中如同隐形人的老大 此时坚持拆迁重建后的房屋 因为父母遗产 因为父亲的 至少等于六到七十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认为这个就应该有你的一部分 对 他的诉求没有得到调解团队的支持 于晴 他对父母的赡养不够到位 大哥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你有点不像一个老大 他们会觉得这个大哥得不配位 于法 他无法推翻弟弟们已经落户的房产 既然你这个房子和店铺都有了权证 我们就要按权证上的名字的所有人来分割 在今天的调解中 这套在1998年拆迁重建的房屋 再次被政府征收 三位弟弟已经拿到名下应得拆迁款 但是这套房屋中还余有一间店面 如今成了大麻烦 下面做了四个店面 店面就有一个店面就给了我的父亲 这是出于什么考虑留给父亲 出于我父亲是为什么呢 怕我们不赡养老人 他就用这个店面吃 给老人家养个老 老大提出他与父亲的关系晚期回春 后期也尽到了赡养义母 父母对于这间店面有过明确的表态 这间店面要留给他的小儿子 也是他如今唯一的儿子 为了证明父母遗愿老大请出人证 拿出物证 而这些证据又能否让三位弟弟信服 能够商量出一个妥善的方案 调解马上开始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节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节 父亲在世的时候有表达过什么意思吗 曾经表达过 你说说 给那个大侄子 大侄子就是老大的儿子 老大的儿子 既然父亲跟老大这边 有这么多年没有往来 为什么父亲会想到 要留给大侄子呢 咱子咋吃呢 我们当时有这个习惯 我父亲是这样的 他说老三 他说他现在没我们一样 没我们好 他就是意思 他一个儿子给他 我说 这个你不赡呀你 还能给你吧 我说就这一件 好 我父亲就没有写这个 就没有搞了 就是这样讲了 你父亲只是提了这么一件 提了一下 这个提了一下 这个是真的 这个不保论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可以说明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们就认为 家里的一切 跟老大他们 应该就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在什么情况下 父亲跟你谈过 要留给你的儿子 我是两个儿子 大儿子出了车祸 我跟父亲又返合了 我父亲就拿着防烦针 含着眼泪 到我家里哭 亲自跟你说的 对 亲自讲的 不要违背良心 这个 这个事我还证据呢 打包和贵戏 都知道 他几乎建人奖 这个房子给老大 给孙子的 老大的儿子今天来了是吧 来来来 对 你自己可以来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父亲说 爷爷当时拿着房产证 去找到了你们 是有这个情况吗 确实有的 说一说那天是怎么回事 那天我是很晚回来的 很晚回来我看到爷爷在家 看到房产证 爷爷说了什么 跟我没说什么 房产证放到我床 放到我房间里了 我的意见是什么都不要讲了 前面都不要讲了 就讲这个店面的事 基于什么你认为都不要讲了呢 不讲就没道理了 我是不想讲 讲那些没用 是觉得大家谈了会不高兴是吗 对 影响心情 老大的儿子小冯 讲述了一个重要细节 那就是当年老人确实 主动找上门 把店面的房产证交到他的手里 这样的举动 显然是可以代表 老人当时的心愿的 可是这样的交接 也仅限于此 双方并没有去完成 过户手续 随着2012年父亲的去世 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如今房产面临再次拆迁 那么小冯认为 这间变成遗产的店面 又该归谁所有呢 我认为店面就是 按照我爷爷的遗嘱来嘛 爷爷有遗嘱 爷爷有遗嘱 父母奶奶有遗嘱 把她的遗嘱打过来 老大突然爆出一份 母亲生前留下的遗嘱 这份三位弟弟 从没有亲眼所见的遗嘱 她究竟是在何时何地 何种情况下签订的呢 她的出现 会让这一切的纠纷 尘埃落定吗 把母亲接到我家 我把她推到外面去抛脚啊 按摩呀 我母亲就在 看到我对她 太善良了 感觉我太吃亏了 她就说你帮 叫一个亲戚来 叫个人来 帮个遗嘱 我说我不好办 你自己找 立足的人是一个老师 就立了个遗嘱嘛 就是让别人带血的 带血的 对对对对 在场的还有谁 在场的有我的伯母 堂兄 堂姐 她是在场 好 你的意思就是 有别人带血 然后还有见证人 证明人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 事情是这样的 我母亲塞胶 塞胶呢 母亲身体不太好 是吧 她就把她接到她家去玩 我母亲一个字都不认识的 连字都不会写的 都是纷纷层层的 他们那个时候 已经跟父母恢复来往了 是吗 不 他就把 那就她就把她 我母亲接到她家去玩 就那一个时期 结合起以后 我的母亲 不认识识的 也不会写的字 都是纷纷层层的 意识是不清醒的 脑子都不清楚的 她怎么会 会搞这个遗嘱下来呢 所以你们认为这份遗嘱 是假的 伪造的 我们先把这个遗嘱 拿到先看一下 我可以讲吧 稍等 稍等 要不拿上来吧 先拿上来吧 好 给我 这是一份带书遗嘱啊 对 我叫陈某某 说了一个大致情况 我与老伴儿生前留下一份房产 属房屋的东边第四套间店面房 然后房产证儿 土地使用证儿等等等等 我与老伴儿生前许诺 将该房屋继承给长孙所有 现我已年迈体弱多病 不能自理 在我有生之年 我立下遗嘱 将该房产继承权交给我长孙 由长孙个人得该房产 有一个你母亲的签名 有两个手印 然后在场证明人是叫江某某 江教法他一不再二是波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一个陈水香就是我小一娘 还有一个冯什么 冯阳生是不是谭兄 这边一个冯桂花是吧 冯桂花是不是谭姐 谭姐 好 您先告诉大家 这个母亲的签名是她本人签的吗 是六人签的 这我不知道 别人签的 这我不知道 这我不知道 手印呢 手印它自己按的 其他人的名字 其他都是他自己签的 可以联系他们 好 这个签了当时其他的兄弟们 都是不知情 不在场的 不知情 对 不知情 好 您事后有谁告知他们吗 没有内容的告知 就是这次拆迁以后 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 是到拆迁办办这个手续的时候 你们才看到了这份遗嘱是吗 对 当时看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无意杂成 当时办这个遗嘱我们确实不知道的 完全不知情 在10月16号看到 在他手机上看到拍的照片 没看到圆件 后来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还不是这样 不了了之啊 搁在那里啊 钱也拿不出来 那手续就没法办呀 签字是签了字 但是钱拿不出来 遗嘱的出现并未平息纷争 而拆迁迫在眉睫 更是使得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三位弟弟在拆迁部门 看到遗嘱的照片后 他们就开始着手 核实遗嘱的真实性吗 首先他们找到的是 在遗嘱上签有名字的小姨 这个遗嘱的话 我小姨妈 姨妈是八十多岁的 儿子 鼠背也是鹿 鼠章也是鹿 我们怎么搞这个东西呢 这个上面 陈水香这个签名的 他一点都不知道的 就是那么多人 我都担心他 都是围造的 他不知道事情啊 他这个东西 细细看这些遗嘱的 见证人签名 其他人都是签名 并且摁了手印 但是小姨的签名歪歪斜斜 并且没有附上手印 这让调解团队感到有些困惑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 老三给主持人张婷 呈上一段 与小姨妈交谈时的录音 我听到了这句话 手掌手背都是肉 我不存在签这个字 就这意思吧 老大 当时我小姨娘 她讲没有签字 可以做法定鉴定 当时我的谭兄 谭姐 伯母在场 签了以后呢 干了手印 我父亲 我母亲讲 一定要 那个小姨娘签字 我最后来拿过去 她来签的 她当时签这个字 不是你一直在谈的 她说后来补签的 对对对 补签的 对 那这段录音 她是 我讲的不好听的话 她这些人啊 就讲多多问题 其他的人 你的道德 发情 发情跟 四兄弟 三兄弟就去了 就是你一个人 违背了 一个人就搞 那种毁民党 还有证件 还有道德 你还谈道德 你在这里就不要 信你的道德 在这谈道德 如果在交代遗书的现场 小姨妈并未出现 而是事后五千 那么这个签字的公信力 就需要打个问号 而弟弟们 更是有理由 怀疑这份遗嘱的真实性 为了进一步 核实遗嘱的真实性 主持人张婷决定 连线遗嘱上 其他的见证人 三位见证人中 一位长辈 已于近年去世 有一位冯姓远亲 是比较适合的 问询人选 喂 冯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现在他们兄弟几位 到我们这儿来调解 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 因为其中牵扯到一份遗嘱 上面有你的签名和手印 说你是在场证明人 所以我们通过你来了解一下 当时这个是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好吗 当时她打儿子讲吃饭 当时就写了一个写个证明 写了证明的我母亲 还有我男一个姐姐 还有我 当时你们去的时候 老太太是个什么情况 是他自己想要立这份遗嘱的吗 对对 他叫白个店面嘛 给他个线子嘛 大线子嘛 是老太太这么跟你们说的吗 对对对 给我们说的嘛 他叫我们证明一下这个事 你知道这个房子是谁做的 你知道吗呢 你们三兄弟嘛 这个房子是我三兄弟做的吗 对对 跟他有牵连吗 没有牵连过 有牵连吗 这个房子跟他有牵连没有 我把爸爸给妈妈捡了 那现在您认为这个店面 是应该给这个大孙子呢 还是应该交还给三兄弟呢 这个呢 跟他们三年了 谢谢您啊 谢谢 我挂电话了啊 谢谢 证明那个没有用的 这个东西是要经过我 还要经过公正柱 你说他们证明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你们都这么认为吗 那当然了 老四呢 如果他证明 但是我是认为可以 但是至于这个 起不去法律效应 如果有法律效应 有法律效应我认可 这位冯姓远亲 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愿意为遗嘱见证 可即便有了这样的证言 三位弟弟对遗嘱的反应 也是不一样的 老四表示 如果确实是母亲的遗愿 他愿意遵从 而老三却依然 对遗嘱的真实性存疑 也就是说 在所有的证人证据 一一呈现之后 兄弟四人 还是无法达成统一意见 那么 这个悬而未决的 店面的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呢 有试图商量过吗 我们没有商量过 什么方案都没有过 对 一商量就大家 以前我请要来个国家 我们模拟开国庭 我有好多战友 是法院人 是历史都给我讲过这个事 你先告诉大家 在这个法律上 你能理解到那个 三七看 母亲的一半 父亲的一半 母亲可以分一半 可以分一份 我们四人一人一分 但是我不同意 就即使法律上 是这么规定 你还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大侄子这边能接受吗 按法律走的话 可以 现在就按法律 按法律 但是我怎么同意 你们这一方呢 老二老三 按法律成续走 按法律成续走 同情我这个身子 这话怎么讲 我这个身子 我这个老大的老婆 是可以的 我父亲病故的时候 他是这么讲 我不参与这个东西 我这个侄子可以的 他说和他老婆 他不演 我来搞 按照我父亲的 就是他 他讲 你不抽 我抽 我听他 就是一分钱 我请他那个国家 我都不问给他 这个编导给了我一份 跟你们做沟通的一个记录 运导说是老大给金牌调节 打来的报名电话 对对对 好 说这无助了 没办法 然后编导联系老大的时候 老大只有老四的电话 老大认为老四相对公平一些 也好沟通一些 同时除了老四的电话 老二老三的电话 您是没有的 没有 没有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年 没来往 好 然后编导跟老四联系的时候 老四只有老三的电话 老二的电话 没来往 不了解 没来往 不了解 这个又是 关到手机号码 你们是不是你们四兄弟 互相之间这些年沟通交流 这方面是 是有问题 有来往 有来往 我们有来往 老四说的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 当时有来往 我全部来往 不是那种很亲密的 对 同事一母同胞 四兄弟从小一起生活 一起成长 如今本该一起安享晚年 却在经历了两次拆迁过后 把亲情都拆散了 冯家的问题复杂又棘手 调解团队决定先请初当事人 在调解前做一番合议 那各位当事人 你们先离场 老师们商议一下 接下来怎么办 好 在调解团队合议前 有一位很关心事件发展的亲友 老大的小舅子 也是与三位弟弟 一起长大的伙伴 决定再给调解团队 补充一些意见 我姐夫比起性格比较借强 也叫他们量线大一点 毕竟他们都是 拆钱都有几百万的是吧 我那个外甥 现在 困难一些 现在怎么想到困难 小舅子公正客观地指出了 作为姐夫的老大 形式上的不足 同时也希望 三位叔叔能够对于经济 比较困难的大侄子 给予照顾 那么在店面分配问题上 如何才能达到平衡 观察员李小云认为 得先找回四兄弟的感情 彼此要让步 起码感情上 要有基本的认同 而找回亲情最关键的人 是倔强的老大 老大确实性格比较倔强 所以他容易把事情做绝 在前部分 老大的这个说法当中 逻辑上是有断裂的 这个断裂会引起兄弟们 对他的强烈的反感 后来因为他的大儿子 出事 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改善 我认为这个是成立的 父亲把房本 交到了他的手里面 也意味着父母对他态度的改变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要看到老大的过失 但同时也要看到 后期父母对老大态度的变化 在调解团队确定了 一致的调解方案过后 律师叔瑶瑶首先发言了 你们家发生了两次继承 是在你们的父亲 他名下的这个第四号店铺 他占有50%的份额 因为是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如果没有其他的遗嘱啊 那么法定继承 就是由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 第一顺位继承人有五个 分别是你们的母亲 和你们四个兄弟 你们每个人可以在你父亲的 法定继承下 依次可以分到10%的份额 你母亲加上她自己的那50% 她就有60%了 那么第二次遗嘱继承 我们先假定 这个代数遗嘱是有效的 分配比例是如何呢 你们的母亲 把她60%的全部的 这个店铺的份额 直接越级继承 给了第二顺位继承人 就是她的这个大孙子 你们其他人继承10%的份额 所以这是在代数遗嘱情况 有效的情况下 分配比例就是这个样子 不管你们是认还是不认 服还是不服 子女对父母必须要 进法定的赡养义务 如果你没有进到 那么你在进入法定继承的时候 你就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所以你可能在分配的时候 会受到你此前一些行为的 不良影响 这个是我提醒你的 那么第二点 讨论母亲代数遗嘱效力的问题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 一定要有两个以上的 适格的见证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遗嘱 我现在手上就是这个遗嘱的原件 那么它是不是适格 法律对适格 它是有规定的 首先不能是继承人本人做见证人 第二不能是利害相关人做见证人 这利害相关人 包括继承人的近亲属 继承人的债权人 债务人合伙人 这些都不可以做见证人 根据你们刚刚的描述 这些分别都是你们那些远房的亲戚 就是说这些人是适格的见证人 而且人数是超过两人以上 所以说这个代数遗嘱 从目前的这个纸质的资料证据来看 我认为它应该是有效的 刚刚三哥提到了 我怀疑这个是造假的 我怀疑可能是在我母亲 神志不清的时候 他写的 那么对于这个代数遗嘱 你认为效力有问题 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对这份遗嘱的原件 进行笔记见证 对四个见证人进行现场的询问 那么我相信法律自由公断 是真的说不成假的 你们如果认为有意见 你们要去起诉 要来推翻这个遗嘱的效力 我要去找他一分钱都没有 我都给他搞到底 你们俩给我搞到底 我都不怕在这家 说实话 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们不希望你们一家 这个四兄弟 闹成这个样子 但是你们四个都有问题 没有任何的凝聚力 要遗产 这个大哥获得了他法定程序 该有的那一部分 他还觉得不公平 他还觉得要更多 没有抛开了父母五六年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丝悔意 至少你没有表现出 你的这个诚意出现 但是我们的三哥 在整个调解的现场 都是以非常趾高气昂的 然后呢 甚至有点报复式的 这种沟通方式 你们有把他当作大哥看吗 没有吧 所以我宁愿把这个钱 给国家 给别人 我都不会给大哥 你们一家都是这种 这种交流模式 即使你们的父母 都已经原谅他 你们还不会原谅 他的儿子出了事 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种痛苦 我相信你们三个弟弟 是没有经历过的 就他造成这个 所以我觉得 20岁去拍男子 叫他做上班吗 还有这种人啊 还有这种父亲 我的二十四五岁的 在家里玩 没有任何一个父亲 希望 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儿子 越来越好 他就是这种人 你没有任何权利 去替他说 他对于他儿子的一些想法 第二 他的现在的这个儿子 可能现在的日子 过得不是那么富裕 所以这位大哥 去替他的儿子 去争取一些东西 按照这个方向来说 去调解他们四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是难度 非常非常之大 但是有没有出现转机 或者说 我们把这个问题 稍微搁置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呢 我觉得有 你们的侄子 也就是我们的大孙子 其实你的三个叔叔 对于你的看法 包括你的态度 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 也是比较中立的 而且这位大孙子 在表现的过程当中 当他的父亲没有说 不去赡养他的父母的时候 他说他主动去赡养 包括他去维护 跟他的一些叔叔之间的 这样的一份关系 一份亲情 我希望这位大侄子 或者是大孙子 能够主动起来 去调解 去协调这些事情 我们说一下 厂上的四弟 很客观 也愿意付出 厂上的大侄子 上场了 也一直在阻止你们 争来争去 直接就说 至按法律规定的走 作为晚辈来讲 也很明示力 老二 老三 无论对大哥 有多少的不满 也能公正 合理的 来看待 侄子和大嫂 并不受大哥的牵连 这说明在你们老冯件 是讲情的 关键是讲理的 心中是有一杆称的 这就好办了 老二和老三 对大哥唯一的不满 认为对父母的 善雅方面 那我想大哥今天坐在这 你是讲道德的 你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在你与父母的关系上 是有瑕疵的 为什么你们的父母 或者说你们的母亲 都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房产 留给侄子 为什么要给啊 其实你们在座的 所有的人都忽视了 老人的这份心 老人什么心啊 老人到死都依然秉持 一个信念 让你们家的这四兄弟 幸福均衡 其实谁家有不幸 我照顾到谁 谁家的条件不好 风水轮流转了 我依然要劫富极品 依然要照顾得到 老人不计较曾经的过往 不计较自己子女的过失 因为这都是 他们的心肝宝贝 都是他们的亲骨肉 如果你们四兄弟 能够理解老人的这份苦心 那今天还有什么好征的呢 那么你们父母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老二老三 其实人家也挺好 从来不隐瞒 也不否认说父母 一直在表示过 要把这个房产 留给自己的大孙子 你觉得父母 能主张正义吗 能主张公平吗 天下父母 只主张一件事情 就是亲情 和亲情的幸福均衡 你们父母 你们父母临终之前 竭尽所能做到了 母亲这个遗嘱问题 确实有几个疑点 第一 为什么只有一份 只有一份吗 只有一份 对 按理来说 哪怕其他弟弟不在场 按理来讲 他们应该在场 哪怕他们不在场 包括写遗嘱的人 都应该想得到的 哪怕他们不用按手印 但是他是不是最好有几份 哪怕复印件给他们都好 这个就肯定会让他们三个不服 再就是这上面这些人 目前确实都没有合适 所以我们还存疑 如果撇开这个遗嘱 几位兄弟想一想 第一 这个店面对几位叔叔来说 不是很重要 这是你们分配 剩下的一个榆树 有个店面 所以给到父母 这个店面的使命 当年是为了赡养父母 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现在这个店面 变成了一个矛盾集中点 如果在遗嘱问题上 谁都解决不了 这个店面是你们这个家的灾难 但是给大哥的话 我想你们心里都不服气 但是给侄子呢 也许是另外一种情感表道 也是另外一种关系的处理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 如果侄子拿到这个店面 老大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叫跨代解决问题 如果我来提建议 第一 遗嘱问题可以去考虑 但也可以不考虑 第二 这个店面可以跟老大没有关系 老大也可以说 对 这个店面跟我没有关系 第三 做人情 给长子长孙嘛 那是三个叔叔的心意 所以何必在你们这一带去争吵呢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遗嘱可以存遗 但是两位老人的心愿 应该还是能够推理出来的 三个弟弟如果不能够原谅 老大在赡养父母问题上的过错 可以考虑把这个店面隔代继承 留给这位一直表现还不错的大侄子小冯 为商讨妥善的方案 调解金融密室环节 兄弟三人与张敏律师强调 现在留下来的这间店面 跟老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父亲叫他来建这个房子 对 他不来建 老三认为按出资情况 店面份额应该撇去老大 剩下三人均分 可律师张敏并不这么认为 这个从法律上我就要跟你纠正一下 父母亲他们是有份的 四兄弟可以啊 也不是四兄弟 那就是父母的东西 因为你本身产权已经登记在父母名下了 这间店面应认定为父母留下的遗产 所以在分配问题上 应最大程度地尊重老人的心愿 而不是简单的四兄弟均分 此时老三提出了一个 老大不能分得父母遗产的原因 那就是赡养问题 我的赡养父母 对对对 这个我特别认同 因为父母的赡养问题 三位弟弟与老大是有心结的 另一边的密室里 观察员武运提醒老大 要对这个问题有真诚的悔悟 首先如果我们错了 就老老实实认错 我没错 怎么会没错呢 父亲 可能有不公正 你为什么没有去赡养呢 不管几年 你缺席几天 都会被后面的弟弟诟病的 何况你缺席了几年 在他们的理解当中是几十年 我们不去追究这个时间长短 我只想说这个是不是有缺失 在观察员武运耐心的劝述下 老大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今天来我们要把问题解决 取决于你的态度 退一步 与老大沟通结束后 武运带着老大走到了场上 想要与三位弟弟做一次沟通 可是其中的两个弟弟反应很大 他来我就走 他来我就走 不想听 不想听 不是呢 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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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不要这样 两位弟弟拒绝与大哥沟通 一见到大哥 他们就激动地离开了调解现场 观察员吴静和老大家的亲人 连忙走上前拦住老二 亲亲 我都从那里还连得紧 你大哥确实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好 确确实实对不起你们 但是他儿子没有对不起你们 观察员吴静希望老二 能够从老大的成见中冷静下来 考虑把这个店面留给一直表现还不错的 侄子 兄弟三人离开调解现场 他们在场外商量着方案 不久后他们拿出了这样的方案 在份额上 他们还是坚持店面四兄弟平分 但是对于侄子有额外的经济补偿 那现在的话你们就是把你们各自的一部分的份额给到 给到他 这个是你自己的个人的意愿 你就做了 按照我的 对对对对 我可以正讲 一定会把我表态 我老二也会 我 我想 那你三个人都要表态 都要表态 一定会把我侄子 看我侄子 对我们怎么样 就是看到表现 三位叔叔商量出的这个方案 老大能否认可 当事人小冯又会有怎么样的表态 密室之后 这个分裂的大家庭能否引来亲情的回温 我现在感谢各位专家 感谢佛老师 感谢各位工作人员 这么辛苦 我可以代表我两个老上老二 我是能够份额是军摊 25% 另外呢 我们给他表态 就是从我口大里 打出一部分 赞助我侄子 这样的情况 赞助你的侄子 我老是代表我代表我代表我 可以可以 真的感谢你们 真的感谢你们 我不参与这个事 你就确定交给孩子去处理是吧 对对对 你们这一代相处怎么样 你们这一代 和下一代度关系蛮好 这个龙恰的 这一代都很好的 像我一身的衣服都是叫我 叫我三叔的女儿就帮我买单 完全是我嫂子和我侄子 以前的是不计较 后面看发展 我们会有些是会看到别人犯错 我们会很反感 痛恨 但是呢 他们并不是要蓄意去害谁 更多的是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偷偷懒 要么逃避责任 要么就逃避某种关系 要不然老人家最后为什么还会原谅 这也是有原因的吧 很多家庭最后用成熟来面对这些事情 相逢一笑 所幸 兄弟四人的矛盾并没有影响下一代 大家都还是愿意求同存异 给这份亲情一个出口 作为大哥 他觉得在父母的遗产分配问题上 受到了委屈 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但是他没有想清楚 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 当他在父母赡养问题上 有过错有缺失时 那么他今后的委屈也就无从弥补 二三位弟弟虽然对大哥在赡养父母仪式上意见很大 但是他们应该意识到 这个过节是大哥与父母之间的 既然父母不计较谅解了 他们也不必揪着大哥的过错念念不忘 一个众多兄弟的大家庭 一个人的付出是要被认可的 就像老四 可是为了家庭的发展和平衡 也不必盯着少付出的不放 希望在解决了店面问题之后 冯家能够迎来和谐美满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